昨日,杨子迎来了自己29岁的生日,张艺山的祝福也是如期而至。 张艺山在昨日最后一分钟专门为杨子发布了一条庆生动态。 在生日的这天,北京迎来了第一场雪,张艺山围绕下雪这个主题写下了一篇意味深长的文章, 本以为是小雪,没想到是大雪,我想小雪已经长大了,知道你急着长大, 但希望你依然能像往年的初雪一样小小的来,慢慢的下,开心最重要。 虽然这条文案,猛的一看是在描写北京的第一场雪, 但是字里行间都是张艺山对杨子的祝福。 最后,张艺山还留下了一句暧昧的话《爱你如初雪》文案中也是出现了很多此爱你之类的字眼, 文中张艺山附上了一张图片,笑称是自己和杨子的合影, 并脸下小编还以为是路灯下的雪,但是仔细看了后发现, 图里还有一颗流星划过,而下雪和流星正是杨子和张艺山在加油儿女里的绝色名字, 两人的友谊也是从这一部电视剧开始的, 所以流星特意选择了这张照片作为配图, 两人的另类同况颇为感人。 网友们纷纷被张艺山的文案感动到, 看得眼泪汪汪甚至潸然泪下的都不在少数。 杨子在看到张艺山的这篇煽情的文章时, 一句留言瞬间让画风变得欢乐起来, 这两人真不愧是一对欢喜冤家, 杨子吐槽张艺山到最后一刻才发, 搞得大家都困了, 但其实很早就知道张艺山给自己写了一段话, 但是看完后觉得并不感人, 还调侃张艺山是从网上拼凑来的文章。 张艺山也是毫不客气的回对, 如果你能在网上找到这样的文案, 他就去死, 然后又说如果能找到, 明天就再补一篇, 相信杨子是找不到相同文案的, 这一看便知是张艺山本人非常用心的表达。 没想到今年张艺山对杨子的祝福这么感人, 回顾往年, 他都是用非常喜庆的方式送祝福的, 有时候还要自夸一番, 甚至还会晒自拍送飞吻, 十分搞怪。 回过头来再细看这些微博后能够发现, 张艺山的这些文字流露着成年人的沉重, 两人都已经长大了, 都在慢慢的成长, 杨子和张艺山互相见证彼此的蜕变, 知道开心的背后顶着多大的压力, 但是只能自己消化, 他们都非常深刻的了解对方。 然后张艺山和杨子有不少很亲密的合影和暧昧的表达, 但是两人给大家的感觉还是纯纯的友情。 11月6日的最后一分钟有张艺山送祝福, 而凌晨零点有李线说生日快乐, 11点07分有踩点失败的好闺蜜乔欣, 被他晒照镜盛, 还有刘涛奖心以及一些其他好友们的祝福, 杨子的好性格让他拥有朋友无数。 工作室晒出杨子的庆生地老, 我们看到小猴子的妈妈和姐姐都陪伴在身边, 想必爸爸也一定未缺席。 29岁的杨子事业如日中天, 家人朋友都这么爱他, 就差感情生活一片空白了, 不知道是哪个路痴还没有找到和小猴子邂逅的路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